今年来印度国内的情况可实在不平静 一直热衷于同中国做比较的印度最近遇到了问题 当前正在同俄罗斯紧急谈判采购军机 据了解就算俄罗斯立即开始生产 也难以满足印度的要求 印度为什么这么着急 据悉当前印度空军的米格2机中队 和许多架米格21面临着退役问题 除此之外 由印度自主研制的光辉战机 至今已研发了30多年 才产出十几架 并且空海两军都不敢用 然而最近印度空军频发坠机事故 自今年1月28号起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印度就连摔了5架战机 1月28号 一架美洲湖战机坠毁 2月1号 一架幻影2000战机坠毁 2月12号 米格2机坠毁 在2月18号达成双摔成就 阳光表演队的两架战机一同坠毁 毫不夸张地说 印度在摔机领域所取得的成果 是全球任何国家都望尘莫及的 对此不少网友表示 一个月摔5架战机 这谁抗得住啊 这一年下来还不得摔掉几个中队 就在印度发扯的同时 俄罗斯突然传来一个好消息 俄方表示 曾在苏联时期生产的几十架 米格29还封存在仓库里 预计改装调整一下就能够正常使用 于是这就促成了印度同战斗民族的谈判 要知道 对于当前印度来说 想要订购F35得去等美国的批准 在法国人那里订购的36架阵风战机 在今年交货也只能是填补前几年的损失 可以说构支战机的速度 还比不上将要退役和摔机的速度 因此 俄罗斯此次传来的消息 也算是印度当前一个很好的选择 在价格谈判上 俄罗斯表示将这些战机进行改装调整 也需要一笔费用 最终同印度的谈判结果是21架米格29 总共进额为8.51美元 算下来一下才4000万美元 印度人表示 比从法国那里购买的阵风战机要便宜多了 还有网友表示 反正都是摔 管它是老爷机还是阵风战斗机